只要奋战过 每一道伤痕都会变成光荣的勋章 老牌饮料大厂近年动作频频 不只砸重金请来棒球好手杨戴刚代言拍广告 还赤字22亿元 打造台湾饮料界首条无菌生产线 全国第一条的无菌多功能宝特瓶生产线 它的包材更轻量化可以节省30% 生产线首次公开曝光 不只聚焦包材更轻量化 全新无菌充填产线 无需后断杀菌 从饮料填充到包装全部自动化 生产效率一分钟可达600瓶 年产量也从2000万打提高到3000万打 大增了50% 生肉是让水的清净度能够增加 逆生肉之后 它100%的水进去 一般大概只有65%的水能够真正的使用 那我们这一道设备能够拿到80%的一个柴水率 所以有相当的提升 董事长张冰棠信心满满 当然想要重返饮料霸主 还有这项秘密武器 想要喝饮料 又有卡货电子钱包QR扣付款就能轻松购买 目标年底前在各大捷运站等地设置300台行动支付贩卖机 但饮料市场旺季即将到来 各大厂动作不断 除了黑松扩厂增产 统一集团今年食安费用编列站营收2% 食安人员编制更高达200人 泰山则抢下全家便利商店代工拓展市场 卫权在食安风暴后积极促销挽救市占率 大厂各出其周 就是要抢供500亿元饮料市场大饼 欢迎新闻赖伟凡刘一如桃园采访报道